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追得四川 老婆家中等了仨月 书没烧来信没传 请了个算卦的先生算一算 先生说 按卦中断伤财惹气 陪盘陈 他这卦算得还真零 其实啊 这个卦不单他算的零 我也能算零了 那分什么事啊 我要是算卦的 来一老太太算卦 先生您给我算一卦 什么事啊您 我老头子走了仨多月了 阴信皆无 您说有什么危险没有啊 他们盖什么去了 追苍阳去了 追苍阳去了 什么事啊 苍阳叼走一范米粒 那当然是伤财惹气 陪盘着 你追回来追不回来 也得伤财惹气 这就是瞎掰 这算卦没有零的 说也有时候零 他蒙事啊 算卦得有一套办法 你往那一站 他一跟你说话 就让你信服他 怎么信服他呀 你呀 他那套办法 这个算卦的讲究要黄 什么叫要黄啊 就是你来算卦呀 先不给你算 先要你的话 说喊话叫要黄 讲究这个说话呀 讲究拍黄炸黄 明明没算出你这么回事 他愣要炸你 对不对呢 哎 他也有办法 那个话说不对 他能把它收回来 不是说话收不回来 他能收回来 叫抽彻连环 天条就有过去 这位往那一站 他就说了 这位老兄当在家 这位当在外 这位应当做买卖 哎呀 这位老兄 你的印堂发亮财运昌旺 你今年五月节 应该有一笔财到手 底下是仨字对不对 可是这对不对先不说 怎么不说呀 你说完了人家刚刚不对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他不说 他拉长声 您今年五月节 应当有一笔财到手 对不对不说 看着你 那位要真有一笔财到手 他能看得出来 那位没有 他也看得出来 那怎么看呢 他这办法叫 定经则有 转经则无 这个人呢 你要说对了 他当然一愣神 定经则有 转经则无 那没有那么回事了 他瞧出来了 对不对不说 他瞧着你 你今年应当五月节 有一笔财到手 一看这位 眼珠一转 他知道不对了 赶紧的 还有话 啊 对了 你应当五月节 有一笔财到手啊 不过 让小人给你冲了 你还没到手 对不对 这不是废话吗 这不是 那当然对了 他没到手 这位老兄 你的气色可不好 八月节 今年应当遭一场官司 底下也是 对不对 还不说 应当遭一场官司 又瞧那位 一看那位啊 还是转眼珠 啊 你应当遭一场官司啊 但是有贵人辅助 给你拨置过去了 大概其现在 你许不知道吧 甭说那位不知道 连他也不知道 他就要这么说 所以啊 那没个灵 哎 也别说 有这么一回事 您听着可笑 有一个算挂的灵了 呵 不单灵 而且还是挂挂灵 灵可是灵 这个事情 让人灵得这么 可笑 可乐 怎么灵的 我说让您听听 不是现在的事情 在这个清代啊 道光年间 有这么一回事情 离这北京不远呢 几十里路 有个村子 这村子里头 住着一个种地的 这个人呢 姓黄 小名呢 叫蛤蟆 我说这都新鲜 人有叫这小名呢 哎 他因为他这母样 长得特别 长得呀 两只小圆眼睛 翻鼻孔 大嘴叉 脸上有麻子 说黑不黑 说黄不黄 脸上透着那么绿 哎 故此这小名叫黄蛤蟆 您可别瞧这人 相貌长得不怎么样 哎 有能耐 能说会道 又能察言观色 又念过几天书 没事还就翻份黄脸 接缝邻居啊 谁家要是娶媳妇 聘姑娘 或者是这个上梁动土 都来找他了 干嘛呀 他会看黄脸 让他给看看 他也呢 乐意多管闲事 他要说几句话呀 还真有人信他 简直啊 就拿他当了伏地圣人了 您可别瞧 他这么机灵 他老婆是个累赘 他老婆怎么了 有病 什么病啊 这病根厉害 寒腿 两条寒腿 要不犯这病啊 能跟着干梗庄这会儿 一犯了病下不了地 这病还是常犯 这寒腿病根 什么时候犯呢 要变天 就要犯了 阴天 腿也疼 下雨 也要犯这病根 一变天际 就犯这病根 老黄呢 就叫着苦了 怎么呢 你要赶上阴天下雨 他老婆一犯这病根 他呀 下地干活 家里的还得做菜做饭 怎么他不能下地呀 简直的 日子长了 也急不得脑不得 可是 他呢 也找着这么一个窍门 怎么找着什么窍门了 每逢他老婆一说 腿疼 那是阴天 明儿就得阴天 如果疼得厉害 那就是准下雨 他呢 什么都有个防备 就这样 有这么一回呀 有一天呢 他老婆呀 一宿没睡 折腾一宿 第二天早晨起来 老黄呀下地干活去了 天呢 是享情博日 可是啊 闷热热的邪醒 下地干活 老黄啊 就把这缩衣配上了 陪着缩衣 扛着锄头 往外就走 他老婆一瞧 老黄 疯了 挺好的天 你配缩衣干嘛呀 脱下来 老黄呢 也不理他 还往外走 他老婆一瞧 怎么回事呢 让你拖下来 往前迈一步啊 那意思要 拽他一下 刚这么一迈步 哎呦 腿疼了 哎呦 蹲那儿了 老黄回头乐了 我还配缩衣干嘛呢 你腿疼了不是 你闹了一宿了 那不是今儿要下雨吗 我不配缩衣怎么办呢 他老婆一听他这话 他老婆也乐了 可是他们俩人乐了不说呀 老黄一出门啊 街上的人也都乐了 怎么呢 嘿嘿 二哥 这黄蛤蟆干嘛 去求雨呢 嘿 挺好的天 你配缩衣干嘛呀 拖下去 老黄理直气壮 嗯 不拖 一会儿用得上 什么呀 一会儿有什么用啊 嗯 有什么用 今儿的天儿有雨 他那意思呢 我媳妇腿疼了 大伙一听呢 嗯 有雨 这不是湖来吗 万里无云 哪来的雨呀 不信他这套 就下地干活去了 这会儿啊 横 做了这个 有一个多钟头 哎 忽然间抬头一瞧 南边来一块黑云彩 就跟黑锅底似的 就扑过来了 一会儿工人就扑盐了 嘎啦一个雷 飘泼大雨 大伙就往家了跑 大伙往家跑啊 轮得跟小机子似的 别人轮得跟小机子似的 老黄啊 披着缩衣 一步三摇 跟没事人似的 嘿 老黄 真有两下子呀 老黄呢 爱吹大气 嗯 这干嘛有两下子呀 对了 我连阴天下雨 再不知道 那更得了 他那意思呢 我媳妇腿疼 我能不知道吗 大伙一下 老黄真有能耐啊 要过了几天呢 这天清晨早起呀 阴天 天阴得特别的沉 老黄要下地干活 就问他老婆 怎么样 腿疼不疼 不疼 不疼 好嘞 扛着锄头出来了 他出来了 一看呢 好 大伙好些个人 都配着缩衣 嘿老黄 这倒霉 回家 拿缩衣去 嗯 拿拿干嘛 怪费事的 费事 你一会儿 你不拿 你一会儿挨轮 挨什么轮呢 放心吧 今儿没云 下去干活去了 大伙一听 没雨 天阴得这么沉会没雨 可是到地里干活 一会儿的功夫 哎得 云霄雾散 太阳出来了 老黄呢 还说风凉话呢 怎么样 缩衣都白拿了吧 干你们不听吗 说没雨吗 老黄 哎 奇怪 那天我们都挨轮了 你陪着缩衣 慢慢往家扭 嗯 今儿个我们拿缩衣 都白带了 怎么意思呢 你怎么知道 有雨没雨呢 啊 他怎么好意思说 我媳妇这腿疼 我就明白了 不好意思说呀 大伙一问呢 他 啊 我呀 嘿 诸葛亮 马前神课 算出来的 哦 大伙一听 马前神课 能算出来 有雨没雨 太灵了 打这儿好 大伙给他这么一嚷嚷 得了 先呢 什么有个娶媳妇 聘姑娘 上粮动土 来找老黄 让他呢 给看看黄了 后来呀 不接了 一听说他会 诸葛亮 马前神课 好 谁家丢点东西 也来找他 那个张家儿媳妇 丢了个耳环子 来找他来了 那什么 大叔 我耳环子丢了 您这马前神课 算得挺灵 您给我算算 他怎么好意思说 我不会 我就会算 阴天下雨 还得我媳妇跟着我 还不好意思说 算算 假装疯魔的 一掐手指头 耳环子丢了 是不是 没丢 大叔 您说没丢 他眼睁没了吗 没不了 告诉你 回家找去 锅台旁边 水缸厚头 就找着了 去吧 张家儿媳妇走了 到家一找 锅台旁边 诶 真摆耳环 找着了 说他这挂 怎么灵的呢 怎么灵的 老黄 他有个琢磨劲 他心里想着 他是一个儿媳妇 这个儿媳妇呢 每天得这个 打水 挑水 得做菜做饭 挑水 做菜做饭呢 除了锅台旁边 就是围着水缸转 结果呢 他就说这俩地方 到锅台旁边 真给找着了 呵 打这这一来啊 更嚷嚷动了 这一嚷嚷动了 那个有一天呢 李二嫂上这来了 李二哥呀 走了仨多月 阴信皆无 没来信 二嫂来了 那什么 黄大哥 您看我们那口子 他走了仨多月了 也没来信 我怪不放心的 您说他得多赞回来呀 算卦呀 好 装着掐手指头 他先不给算 跟这个二嫂说话 嘿弟妹 你也真是的 你看你有什么事 你打发别人找我 还不行吗 干嘛必得自己来呀 你看这个 这个挺重的身子 你怎么还出门啊 不要紧的 我刚九个月 酸出来了 你男人呢 这月不回来 也不来信了 下月准回来 去吧 下月还准回来 结果怎么样 到下月还真回来了 也真没来信 也真没来信 又灵了 说这回他怎么灵的呢 怎么灵的 他老黄他有个琢磨劲啊 他一听怎么着 怀胎九个月了 哎 他想这个道理 这个女人怀孕呢 他男人心里有根 他知道 三月不来信 三月不来信 那就是不来信 竟等着到时候回来 伺候月子人类呢 哎 结果到下月 真回来了 他这可了不得了 就给他嚷嚷动了 不但嚷嚷动了 能掐会算 并且还给他起个名 叫黄半仙 呼 嚷嚷动了 这黄半仙这仨字啊 一传十十传百 百传千千传万 村传镇 镇传县 传来传去 传到北京来了 到了北京啊 嘿 该找这个老黄发财 怎么该找他发财啊 北京皇宫内院呢 丢了东西了 丢什么 道光皇上 丢了一颗无价之宝 价值连城的夜明珠 能比文盈一大颗夜明珠 这夜明珠这么一丢啊 道光皇上可急了 尤其是道光皇上 在清代 那个道光皇上 是最小气的这么一个皇上 不单最小气 而且也是这个 贪财如命的这么一个皇上 您算吧 他那龙袍啊 都打着补丁了 就这么小气 要是那么一个夜明珠丢了 那还了的 马上就把九门蹄杜宣商店来 大大的伸吃一顿 九门蹄杜是管治安的 盗匪啊 有什么问题都得找他 把九门蹄杜身吃一顿 献三天献 找回夜明珠还的罢了 找不回来夜明珠是降级罚凤 三天 五天也找不回来 怎么回事情啊 偷夜明珠这主不好逮呀 谁呀 宫里头的太监 大总管崔英 坚守自盗 你说这玩意哪找去 九门蹄杜在宫外找 哪找去 当然是找不着了 三天找不着 上金殿 怎么着 降级罚凤 待等五天 找不着 上金殿 降级罚凤 简短结说 一个半月没找着 坏了 一个半月没找着 您算那九门蹄杜 都降级降的 都跑到玉马圈遛马去了 没主意 完了 这天道光皇上恼了 在金殿大发雷霆 说震荡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我这个夜明珠丢了 一月有余 你们文武不关 若无其事 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是想着 全撂马去呢 大伙一听都害怕了 呼拉跪起一大片 有一位侍郎 拉荣往前跪爬半步 说起子窝珠万岁 奴才闻听人言 前门外西河宴呢 有一个算卦的 叫诸葛舟 这个人算卦 灵 并且会圆光 其宴如神 如果要把他找来 沾酸夜明珠的下落 定之分晓 皇上一听 来啊 就叫这大宗馆太监崔英 去 前门外 找这个诸葛舟 来给朕当算算 夜明珠的下落 找去 这崔英这么一听啊 鼻子都气味了 怎么 夜明珠是她坚守自盗 嘿 心说啊 侍郎这老纳容 你好好跪着你的 得了 你出这主意干嘛呀 起眼如神 灵 灵到这一算 算出来 我偷的 我怎么办呢 可是皇上传旨 他又不能不找 没办法 骑着马找去吧 带着丛人找去 到了西河宴这 一打听 第六个门 路贝勒那门 来的跟前一看呢 好 门口三根白沙膏 绑着杨柳枝 贴个白条 写着树豹不周 一问呢 嘿 诸葛舟死了 嘿 崔英的高兴啊 行了 刚刚皇上 皇上一听 死了呢 找别人 找别的算挂的 零的就得 是 再找吧 又到了这个 打磨场里头 一看呢 门口挂着牌 刘铁嘴 崔英下马进来了 你会算挂啊 刘铁嘴一翘 你看这派头 我会算挂 零不零啊 您看我这个名字 这不是贴着呢吗 刘铁嘴 因为我是这个 铁嘴钢牙 我的挂是挂挂灵 嗯 真灵吗 真灵 那回见吧 算挂的一瞧 这这位大白天的仨义症呢 是怎么 告诉你 真灵了 他回见了 这什么毛病啊 这是 倒走了 哪知道崔英不敢找 真灵 你灵了我脑袋搬家了 不行 带找别人 又找了一个 前门大街 有个孔明李 命馆 到那一问呢 也是灵 回见吧 他又出来了 他一琢磨 这不行 灵啊 怎么办呢 哦 对了 别找命馆 天前找挂摊去 对 找挂摊 到挂摊 一问你这挂灵不灵啊 他也说灵 是挂摊都说灵 不灵 说不灵 谁还算呢 他吃什么呀 问了几个挂摊 都说灵 找啊 赫可北京城找了三天 北京城挂摊都找遍了 连一个不灵的都没找着 这怎么办呢 第四天头上 心灵一烦 带着从人 城里他找遍了 城外他找去 对 骑着马 信马 油浆的出城了 走了几十里地 天也热泪的哼了 一看有个村子 来来来 休息休息 下了马了 树底下有个小孩 就问 哎 你们这儿 有酸挂的没有 哎 有 就这门 就黄半仙那门里头 这么一指 哦 好 望里就走 这天老黄 在家呢 在家干嘛 正在那儿发愁呢 发什么愁啊 他媳妇又腿疼了 又要下雨 一会儿啊 他还得往屋里 石柴火 搬粮食 搬东西 麻烦 正着烦着呢 哎 这么工夫 太监大总管崔英进来了 你会算卦呀 老黄一听 我 我会 灵不灵啊 这一说灵不灵 挺大的声 老黄一瞧他这派头 心说我这挂哪哪灵去 我干脆说实话吧 我这挂 不灵 找了半天 感情在这儿呢 哎呀 不灵 真不灵吗 真不灵 行了行了行了 赶紧的跟我走 跟您上哪儿啊 进北京 皇上夜明珠丢了 你给算卦去 老黄一听怎么着 给皇上算卦 这不是胡来吗 这不是 甭说算的不灵 说错了一个字 掉头之罪 那哪儿行啊 赶紧说 这位老爷 您没听明白 我算的卦呀 他不灵 废话 灵了还不找你呢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 不是 不灵 不灵也没关系 咱家告诉你 即便不灵 有咱家在旁边 给你多说两句好话 给俩钱轰出来了 有什么关系啊 如果你要不去的话 现在就是抗旨不尊 五门外开刀问斩 别去 你想这玩意不去 当时就死啊 要去了 他不灵 还需给俩钱轰出来 我去行吗 别废话 不行不行 就是抗旨不尊 快快走快走 仔细白来让快走 我快走快走 你好好在家里头看家吧 哟 你瞧这真是 倒了没了吗 这不是 我这腿还疼 你看你现在就走 那也没法子 不走抗旨不尊呢 你现在腿还疼 对了我拿着缩衣 还 崔英一瞧 挺好听 你拿拿干嘛呀 不是你蒙管了 用得上 今儿有雨 他是想他媳妇腿疼呢 这么着今儿有雨 崔英呢 也没住这个义 走吧 把他带到北京 就把他安排到管义里头 到管义里头 老黄啊 吃也吃不下去 睡也睡不着 心里烦呢 这玩意怎么算呢 到半夜里头 好 飘泼大雨下起来了 老黄一想 倒霉 雨是下了 甭问呢 我老婆在家正那儿腿疼呢 这玩意 我让大官还给抓来了 就这位老爷真要命 我说不灵啊 非让我来不可 他说了 给俩钱轰出去 哪儿那么便宜是 给皇上算卦 我怎么算呢 丢叶明珠 我给找叶明珠 我哪儿找钱 你要算个阴天下雨 我还能给算算 我还能给算算呢 那也不好算呢 还得把我媳妇接累呢 这玩意找叶明珠 我怎么给算呢 我明儿我给皇上算 我让他哪儿找去 锅台旁边水缸后他 那皇宫里有水缸吗 这玩意要命了 这不是 心里头烦呢 可叫恨了 恨谁啊 恨这个偷珠子这贼 他心里恨呢 坐那儿着急呢 嘴里头呢 就刀脸出来了 这贼也不对啊 你偷谁偷不了啊 你怎么单偷皇上呢 如果要知道是你偷的 你活得了吗 这位老爷也不对啊 我说我的挂不灵 我不来就完了 你还死去白裂的 还催我来 催催 我来了 你活得了吗 他没意思啊 你把我催来了 我来了 我来了 我要算得不灵 你活得了吗 我要算得不灵 你也活不了 他心里是这意思 指着外 我来了 你活得了吗 得 这句话 隔墙有耳 有人听见了 谁啊 大总管崔英 他干嘛来了 他把这个老黄安排到管义 他回府了 摆上饭来 吃饭喝酒 心里高兴 行了 明儿个 给皇上一算惯 算不出来 把他杀了 没我的事 这猪子 我呀 这辈子也犯不了案了 行 看那样 那模样就不像有能耐的样 有能耐能那模样吗 高兴 正着高兴呢 哗 外面下起雨来了 这一下雨 他心里一机灵 推门一瞧 瓢泼大雨 不对 他算得挂布灵 布灵他赔索一干嘛呀 他这么干 今儿有雨呀 哎呀 别是真人不露相 露相不真人吧 啊 说不灵 明儿到金龙宝殿 灵了 猪子就是他 得我完了 哎 这可受不了 这个 哎 不 我得听听消息去 这样他来了 来这儿 也不需人回禀 自己呢 就来到这个 黄半仙的这个房子外头 站在屋门这儿 刚往这儿一站 正听里边说 他来的这时候 头两句说过去了 他往门口一站 里头正说这句呢 催催 我来了 你活得了吗 他还指着外头 催英一听 啊 催催 我来了 他来了 你活得了吗 我是活不了啊 这玩意他算出来 是我呀 哎呀 那这个 你倒再听听 也没听 一害怕 一推门进来 顾登就给跪去了 哎呀 这个 半仙饶命 半仙饶命 他往那儿一跪 先进来呢 老黄吓一跳 一跳 大总管催匀 老爷跪在这儿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听半仙饶命 半仙饶命 老黄呢 他呢 能够察言观色 一看这 吓得直哆嗦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能够沉住气 哎 甭害怕 甭害怕 起来说 起来说 什么事啊你 哎呦 半仙饶命 您这挂算的真灵 您来了 我是活不了了 我知道 您算得对 这珠子 不错 是我偷的 是我偷的 您救救命吧 老黄一听 哦 这么回事啊 老黄也真能装不作样 沉得住气 哎呀 是你偷的 早就算出是你偷的了 不单算出 柱子是你偷的 哼 而且我还算出来 你把柱子藏的什么地方了 那画长 这个呢 翠英一听 哟都算 新了眼味了 能算出来 那我让他说说 是半仙 您算出来了 那么您算出来 我那柱子 您说我 我藏的哪了 这样 哥别人一问这句 准得问怕 老黄啊 能说会道吗 老黄一听 算出来了 我说你这柱子藏哪了 我说 我说是说 现在不说 哪个见皇上一块说 哎 别别别 别别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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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在这说呀 嗯 我在这我跟你说什么呀 我说我算出来 我知道你藏在哪了 我不说 让你自己说 我看看你敢跟我说瞎话不敢 嘿 这这么一听 这个半仙饶命 您呢 我不敢说瞎话 我那柱子 我就埋在那个 御花园的芭蕉树底下了 啊 这还八了 我算着也在那儿埋呢 他也不是多 怎算来的 他 你起来吧 嘿 是半仙 你干嘛半仙呢 简直您就是活神心了 您算的真对 明儿个求您见皇上 别说是我偷的 我 我 我送您五百银子 老黄一听 一冷笑 哈哈哈哈 他那意思呢 哎 这家伙不打自招 他是这样 可是他这一冷笑啊 崔英不知道他什么事啊 嗯 以为他嫌少呢 哦 哦 五百不行 我给您一千 又加五百 啊 好了好了 你起来吧 嗯 明儿个我给皇上算挂的时候啊 我替你瞒着点就是了 算什么呀 挂还没算呢 先收了一千两银子的挂礼了 他倒闹着了 起来吧 到了第二天呢 崔英引见他 上朝见皇上 见完皇上 皇上还很高兴 平身赐座 让他掐算夜明珠的下落 老皇怎么算呢 当然 崔英都说了 那也得装不作样 来了呀 嗯 心里想得恰恰绝 念念咒 嗯 恰绝 念咒怎么念呢 也不会念咒 想起什么念什么 一二三 二二三 七八九十 念真言 嗯 文武博官一听 怎么着 要变戏法还是咱 这什么咒啊 这是 嗯 按照挂钟 来判断 夜明珠现在 御花园 皇上一听 来 百家御花园 百家御花园了 到御花园里头 皇上说 哎呀 荒先师 寡人偌大御花园 夜明珠究竟在何处啊 我再给您 沾算沾算 百仙本姓黄 今日见君王 夜明珠在何处 哦 这芭蕉树下藏 他真能装不作样 皇上一听 好 跑 敲稿齐下 哎 轻着点 不要伤了国宝 哦 装不作样的 没跑两下 本来那个崔英 把那珠子买的也不深 跑出来了 有太监 擦干净了 递个皇上了 皇上一瞧 太高兴了 哎呀 黄半仙 真是 黄先师 这挂实在是灵 哎 黄先师 你算一算 寡人的夜明珠 究竟被何人所盗 何人所埋 谁偷的 谁埋的 这 老黄啊 没防备问 这句啊 抽冷的一问 一阳头 瞧了崔英一眼 崔英啊 心差点打嗓子 耳泵出来了 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呀 哎 往下一听还好 万岁 夜明珠 乃是无价之宝 乃是奇珍异宝 日久年山 受了日经月华 这是他自己溜达来了 华生一听 嗯 颜值有礼 您瞧这份昏君劲的 他还敢颜值有礼呢 那夜明珠自己会溜达过去了 回到金龙宝殿 黄先师算的真灵 来啊 赏个黄先师 两点撒起码 那么一大颗宝珠找着就给两块撒起码 您就知道他这又小气不小气了 给完两根撒起码 不让他走 留他在宫里头住几天 说 他珠子找着了 他留一算挂的在宫里头 干嘛用啊 道官皇上 他有他的想法 他心里琢磨着 我这夜明珠丢了一个多月 阴信节五 找不着 哎 黄半仙一来 他就算出来了 在什么地方呢 这挂太灵了 不能让他走 我在试验试验他 如果他每一挂都算得这么灵 那就封他在朝为官 封他在朝为官 与我有好处啊 谁再做了什么事 也瞒不了我了 他就给我算出来了 哎 这样 不让他走 可是老黄啊 心里可烦了 老黄心里琢磨着 你说这不是没影的事情吗 这不是 嗯 你把我留下了 我 我在这干嘛呀 半君如半虎啊 真要命 我知他哪是 有什么事情啊 心里他挺烦 心里琢磨着 明儿个我得想主言 跟他说 我回家 对 做个抽身之计 赶到了第二天早朝啊 崔英领着黄半仙上朝 奏师处太监那喊 上上传旨 选黄半仙随旨进殿 头一个就选他 干嘛呀 干嘛呀 他皇上这夜明珠长着了 高兴 一宿都没睡觉 挺老早的 打后宫 就来坐垫 往前走 走到御花园这行 哎 正走的一棵枣树底下 这棵枣树啊 是在明代时候 三宝太监下西洋 移植过来的 打西洋移植来的 这种枣叫朱枣 地溜源 那么大个 痛红 可是熟了红 他这现在呢 现在还生着呢 战青碧绿 这么一个枣子 皇上呢 瞧这好看 顺手就给摘下来了 摘下来一琢磨 哎 有嘞 我让黄半仙 算算我这手里是什么 如果戴算对了 他这挂真灵 那就是灵 我封他再朝为官 对 这样呢 选黄半仙随旨进殿 黄半仙 往这一跪 平身赐座 刚一让他平身 这回没赐座 平身 黄半仙站起来了 黄上一攥着拳头 一举 黄先生 你的挂算的灵 来来来 你算 朕手中何物 如果算对了 封你再朝为官 算不对 打你个欺君之罪 你算我手里是什么 老黄 哎呀 这怎么算呢 这个 当然他害怕呀 心里害怕 脸上呢 赶紧的 装不作样的 不再像 心里这想主意 他又琢磨呢 琢磨什么呀 心里想 他手里到底什么呀 哦 这拳头就算这么大 明白了 一定 他那心爱的夜明珠 对不对 这珠子找着了 怕再丢了 珠不离手 守不离珠 早晨起来 就就就 就把这拿出来了 那甭问 夜明珠 对 可是他要说 夜明珠 当时就杀了 欺君之罪 算不对了 哎 他这说的好了 万岁 他要说这么句话 大清早 您就拿您这心爱的夜明珠 来玩赏啊 他是这么句话 这么句话 他刚说了半句 万岁 大清早 您就 皇上说 哎 那对 是大清早 嘿 他这么灵的 皇上一张手 老黄一瞧 吓得小便都立起来 好家伙 老爷子 得亏我说大清早啊 我要说大早晨 还麻烦了 这玩意啊 骑走窝住万岁 草民我要回家 看望看望 嗯 不能 这挂算又零了 来啊 百雁 百雁 这皇上那么小气 还百雁 百什么雁呢 就是一碗茶 两块撒起码 他管那就叫百雁了 没办法 吃撒起码吧 吃的都猝心了 天天请吃着 喝着茶 皇上说 黄先生 你这挂算得太灵了 朕当 有一封你再朝为官 陪伴君王 与我共享 荣华富贵 你意如何 心说 我还跟你在这 好家伙 我得亏我说了个大清早啊 不然我这脑袋搬家了 七十万岁 草民乃是山野村妇 怎能陪伴君王 爱情不必推测 因为你算得挂灵 朕白你留下呢 就位的是啊 我明儿再丢了什么东西了 好让你算一算 你算出来呢 我就省他着急了 老黄一听 你是不着急了 你知道我这急 怎么个招法啊 小人实无其才 小人情愿回家为农 怎么 这就恼了 因为小人 幼年之间命中注定 说小人不能再朝为官 如若为官 是祸在眼前 道光一听更生气了 这叫什么话呀 如若为官祸在眼前 做了惯了 倒有了祸了 有什么祸呀 你这是不愿意保我呀 看不起我 你不保我也没关系 你这么大能耐 你要保了别人 我这江山就完了 一咬下嘴唇 狠劲来了 翻脸无情 来啊 叫国大宗馆崔英 扶耳上来 崔英过来了 皇上就在崔英 耳头这这么一嘀咕 说什么 让崔英 去到后宫 拿一个捧盒 摆正宫娘娘那儿 有一个宝蝉 给要来 装在盒里头 什么宝蝉呢 就是一个生金雕刻的 三条腿的金蝉 生金雕刻 花纹细缝 那个眼睛呢 是两块宝石 上头香着很多的脆 这么一个东西 拿捧盒捧来 崔英去了 老皇上不知道什么事 一会儿功夫呢 就见崔英呢 俩手啊 拖着这么一捧盒进来了 站在皇上旁边了 皇上用手一指 黄先生 你算的话不是灵吗 来来来 你算算 这 何中之物 这个捧盒里头 什么物件 你算一算 如果你算零了 算对了 封你再朝为官 如果你算不对 欺君之罪 我们来开刀问斩 算吧 我 心说 这怎么算呢 我那回那大清早 蒙着了那回 这我怎么算呢 算不对 就开刀问斩 实在没法算 憋了半天 瞧了这盒一眼 一跺脚 一咬牙 叫着自己的小名 黄蛤蟆 你就死在这盒里头了 皇上一听 他又算对了 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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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